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看187页的随道练习这边 它说呢,如图十八所示呢,这边有一个半圆形的花圃 那么我们在半径是十公尺的草皮上面呢 唯一个矩形,唯一个矩形 那使得这个矩形的这个某一边和直径是重合 则请问它的长宽的一个状况之后呢 让这个矩形的周长是最大 所以我们大概把它简单的画个图 课本的图已经太花了,我们大概简单的画个图 假设R是十公尺的时候,我们假设我们的矩形的长是x 对不对,长是x 那宽的话就会是y 宽的话就会是y 所以这时候呢,因为矩形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四角都是直角,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的半径十公尺的话 其实刚好就和我们的这个矩形的长和宽 可以构成一个至少三角形的三边 也就是说这边也是y 那这一段就变成,因为矩形它是一个对称的 你这边这里也是x除以2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关系就是 2分之x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会等于 100也就是10的平方 也就是10的平方 这是我们的必实定理 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求的就是2x加2y的最大值 它的一个最大值 问此时长宽等于多少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样根据我们的科系不等式去把它列一下 我们要求的两个括号摆起来 这边2分之x平方我们已经凑成2分之x了 加y平方会大于等于 这边我们要的是2x加2y的平方 好,所以这时候请同学注意到 这也是2分之x 这也是2x,对不对 所以一个系数乘上2分之x会等于2x的话 这边是不是要乘上4的平方 好,4乘以2分之x才会变成2x 好,再来就是y的部分 这里一个y,这边两个y 所以这边就凑2的平方 好,就凑2的平方 好,所以把它算一下 16加4是20 20乘上这个式子的话是100 会大于等于2x加2y的平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周长2x加2y的平方呢 它就会小一等于 根号的2000 那也就是等于多少 20的根号5 好,20的根号5 它是 所以它的周长的最大是到20根号5 但这个题目不是问最大 它是问此时长宽等于多少,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去做对应成比例 好,请你把2分之x和4 我们令这个比例 好,会等于y比上2 好,记得把位置数都要写上面 好,令它等于k 好,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的x就会等线是多少 8k y就变多少 2k 好,那么这时候 刚刚找出来的周长20根号5 它的结论是2x加2y,对不对 我们就把带入 2乘以x是8k 加上2乘以y是2k 会等于多少 20根号5 20根号5 y呢,是等于2k y呢,是等于2k 2k也就是2根号5 所以,当我们的长是8根号5 宽是2根号5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围起来的局形 它就会有所谓的最大值 小1等于20根号5 它最大值就是20根号5 这样了解了吗